旧金山灣區北半島中文學校 4月14號晚上在萬豪酒店 舉行40歲的慶生活動 我們隨記者去現場看一看 在祝您生日快樂的歌聲中 成立於1978年的北半島中文學校 4月14號度過了第40個生日 多位社區僑領道場祝賀並表示 海外中文教育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業 海外如何傳承發揚文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在過去40年來也由於所有歷任的校長 還有董事以及所有的老師 還有職員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讓中文學校一直能夠蒸蒸日上的發展 現在學生也有500多個學生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當晚學校師生還表演了精彩的節目 感謝來賓 中國文化是講求理義廉詞中校人數 所以這些文化是他們的人生有很好的準則 不但是要正式重道孝順父母 而且要敬業 而且要對朋友要公平要誠實 所以這對他們事業的成功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目前北半島中文學校立足於Hillstyle高中週末上課 新唐記者古新月與偉舊金山灣區採訪報導